到底谁在制造危险 历史现实是最有利的措辞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好蓝观点 近日 备受关注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家乡 特拉华州举行 据观察者网报道 这是拜登任期内主持的最后一次 KUAD峰会 无疑 这是在政权低降过渡之际 拜登试图通过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以提升其外交政策遗产的最后努力 峰会向中国作为第一个议题 拜登表示 中国在南海 东海 南亚和台湾海峡地区 继续展现咄咄比例的态势 美国认为 中国近期的行为是策略转 而非战略转变 会后 四方峰会发表联合声明 指责南海海域存在所谓的胁迫和霸凌行为 实际上 这是在刻意宣战中国威胁认 企图借此压缩中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空间 而宣战威胁认的背后 实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对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和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占预 美方声称联合声明是有史以来最强硬的措辞 然而事实胜于胸变 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这一地区性小多边机制在南海等问题上频繁发声 他们自续为地球卫视 在南海等地区积极推行小圈的政策 组织社会演习 生动制造 紧张局势 众所周知 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四国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但是呢 却对中国大搞 麦克风外交 孙子巧事 拱火搅局 误导舆论 需以指责抹黑中国 特别是 美方在南海地区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 拉拢盟友频繁组织针对性军演 对中方导舊进行低剑 骚扰侦 等等 究竟是谁在南海搞胁迫和霸凌 又是谁在组织阵营对抗 事实就败在哪 拜登希望 这次峰会 能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 设立一个明确的方向 以确保这一联盟 始终保持强劲的生命力 并继续在印太地区 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美 日 印 澳四国各有不同的战略考量 它的这一目标恐怕很难得以实现 一直以来 中国政府都明确表示 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改变立场 绝对不会妥协 美国的对华恶日 只会促使中国更加自力更生 只会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 只会增强中国 坚决捍卫主权 维护自身权益的决心 好 今天的话题就留在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